首先咱们还是先来说一下关于这个自然源处理它是怎么一回事 对于这个NLP自然源处理 现阶段它的应用面是非常非常广的 想必大家已经看到了现在咱们的生活当中 是有越来越多的自然源处理的产品出现在咱们的生活当中了 那这个自然源处理它都能去做什么呢 这里就先给大家列出来几点自然源处理咱们最常应用的几大范围当中 首先就是这个拼益检查 一会儿会给大家举个例子什么是一个拼益检查以及关键词的检索 下面这个就应用的更多了 比如说现在咱们是不是要对一些数据想找出来其中有价值的信息 那对于这个数据来说不见得说它都是一些特征数据 比如说它都是一些数字表示一些指标 不见得它都是一些指标的 有很多情况下它是一些时间啊低点啊人民啊或者是公司没有 以及呢在当前这个时间做了一件什么事 比如说这个东西啊咱们管它叫做一个文本的挖掘 文本的挖掘啊现在啊有面是越来越广了 因为呢咱们文本数据是特别特别多的 并且在文本数据当中啊我们想得到的信息啊也是提的需求啊是更多了 文文挖掘里边啊很常见的一个就是一个文本的分类 比如说你现在想把一篇新闻给它分成一个体育类的还是一个非体育类的 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二分类 还有啊就是啊现在比较英文的面比较广的这个机器的翻译 机器的翻译啊咱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说 比如说我看我右下角啊这块我写出来了一句话 这句话咱们肯定认识就是深度学习啊在自然语言处理当中的一个应用 那这个这个句子让机器看到之后啊它会怎么翻译啊 它是一个词一个词的翻译吗 可能啊大家会这样认为机器啊先把它分成了一个一个词 然后呢再把一个词一个词的书面意思啊组合在一起了 但是啊大家得这么想现在我们对于计划来说呀 它不光是一个词吧而是一个整体的表达呀 那它既然是一个整体的咱们要翻译的时候也不能拿单个词去翻译吧 要考虑整体的含义它是什么 所以说呢你要让机器翻译的时候啊机器也需要有这方面的考虑 它需要知道啊并不仅仅是一个词对应什么含义 而且还要知道我这个词我下面接一句话下面再接一些词的时候 我该怎么样委婉的进行这样一个过渡 怎么样给它翻译啊更通顺一些 那么这个啊就是机器翻译当中它所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客服系统啊现在这个东西啊优面也是比较多了 嗯当大家在用一些产品尤其啊是一些大公司产品的时候 我们想一想就是说嗯当我们联系一个客服的时候 一开始的情况下真有一个客服给我们在这等着吗 通常情况下人力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嗯很多情况下就是它也是有个智能的客服 比如说它会问你遇到什么问题 然后你进行一个个选择你也可以给它进行一个对话 那在这个对话当中啊是不是说你就能获得一些你有价值的信息啊 想找到一个你的答案 如果说这个嗯一个机器人的客服啊 已经把你的一个问题解决了 那是不是说你就不需要一个人工客服在为你进行服务了 这样咱们可以省下很多的一个人力的成本 还有呢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对话 嗯我不知道大家啊接不接触过一个东西叫做微软小兵 这个微软小兵啊已经出来很多年了啊 咱们大家它是一个公众号 大家感兴趣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它 它啊就是这个意思 嗯你跟它说一句话的时候啊 它会跟你把这个话啊把这个坑给你落下去 比如说你跟他啊回一个哎呀今天天气不错 那他就是正常情况下可能一个机器人会问你啊 可能会说啊是啊今天天气确实不错 但是呢这个微软小兵啊 他会帮你把这个坑给他接下去 就是说哎呀今天天气挺好 你是不是要去打篮球啊 他会跟你啊一个历史的对话 比如说在你的历史对话当中啊 你经常跟他说打篮球这个事儿 经常跟他说看电影这个事儿 那他呀就会想到哎呀今天的时候天气好 那意味着你可能要做什么 没准他就会说今天你是要打篮球呢 咱们也去吧 就像一个真实的朋友啊在跟你说这个东西 感兴趣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 那个微软小兵看一看啊 他是怎么样啊把这个资源源处理啊 做到这么好的一个地步 那么这些啊就是关于资源源处理 他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个应用 那么下面呢咱们就要来说一下 在这个资源源处理当中啊 一个比较重要的模型是什么 咱们之前啊说了很多啊 关于深度学习的东西 可能啊有新来听课同学 还不知道深度学习啊 他究竟想表达一层什么样的含义呢 这里啊咱们再花一分钟时间 简单过一下 首先啊这个深度学习啊 他的一个基础的模型 就是这个神经网络吧 也就是说呢你需要让你的机器 你想让你的机器学到一个东西 你给他指定了一个网络 在网络里啊你给他指定了一个学习的目标 比如说你定义好了这样一个损失的函数 那么在神经网络优化的过程当中啊 他就要不断的朝着你的一个可优化的方向去前进 比如说你的一个优化目标就是说 让这个机器啊能够更理解你的一个语句 它是表达什么样的含义 那我们来看右边这个图 它就是一个优化的过程 也就是说整个神经网络啊 在他整个的生命周期当中 他要不断的朝着他有这样一个最低点 要朝啊这样一个最低点去前进 也就是说朝着给定的这样一个优化目标啊 最小化的一个优化啊 就是说让你的模型表达效果会越来越好的 那咱们来想一想 哎呀现在所说的这个自然源处理啊 通常情况下咱们都是用一些传统统计啊 或者分析的方法 那现在咱们为什么要在NLP这个领域当中啊 引入这个深度学习呢 给大家列举出来它的几个几个优点 首先啊咱们来想一想 对于一个传统的机器算法 是不是说当我们要做一件事的时候 第一件事我要进行一个特征的提取啊 你特征提取的好坏 对我最终的结果会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 那咱们来想 对于一个指定的任务 手工的一个特征提取 首先它是一个非常耗时的 而且呢这个问题啊难度特别大 关键就在于你该怎么样提取一个特征 你这么提取可能对最终结果有一定影响 那么提取又有一个影响 这个东西啊是一个非常耗时耗力 而且呢难度啊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深度学习啊它有什么好处啊 深度学习我们来想一想 我们给数据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资源处理的任务 我想让它看一下 比如说它该怎么样翻译一句话 那我给它输入什么 我给它的输入是我传进来 一个已经提取好的一个特征吗 不是这样的 我们给这个就是神经网络啊 书件的一个数据 是完整的一个句子啊 可能我们要对句子先做一些预处理 但是呢我们传进来的啊 确确实实是这样一个句子 传进来这样一个句子之后啊 咱们的神经网络就会自动的帮咱们进行一个特征的学习 在整个的神经网络模式当中啊 无论你使用什么样的神经网络架构 它都是相当于啊 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个自动的特征的提取 也就是说咱们深度学习呢 有这样一个意思 它会帮咱们自动的啊 进行特征的一个学习啊 比较快 而且呢 是比较方便进行一个拓展的 在我们的神度学习世界当中啊 是不是现在神度学习框架特别多了 我们已经提出来了一个问题 就是神度学习框架哪加强 在这里啊 我们有一系列通用的框架 这些通用框架呢 现在啊 无论是在自然源处理 还是计算机视觉领域啊 都给咱们提出来了 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计算的逻辑 就是说 我们现在啊 通常很少的时候 我们是自己去写一整套逻辑 通常情况下 我们都是依赖于别人 给咱们定义好的这些框架 一方面啊 它的速度啊 迭代速度是比较高效的 另一方面呢 一个通用的框架 比较方便啊 咱们进行一个合作和进行一个拓展 也方便呢 咱们互相啊 进行一个交流的 比如说 你自己写个东西啊 你跟别人交流起来很困难 但是呢 大家都是用一套通用的 我们再进行交流的时候啊 就比较方便一些了 那咱们用深度学习啊 其实啊 就是咱们把 基金学习任务啊 通常分成两种 无监督和有监督的 在深度学习世界当中啊 咱们通常所说的是一个有监督的 但是呢 咱们能不能做这个无监督这个事啊 也是可以的 咱们在强化学习当中啊 尤其是今年比较火的这个强化学习 强化学习啊 它本身是一个无监督的模型 也就是说啊 咱们深度学习 并不仅仅局限于 咱们有监督的一个模块 在无监督的模型上 咱们也可以啊 进行一个模型的训练的 那刚才啊 给大家啊 简单的概述了一下 咱们自然源处理啊 和这个深度学习的一些问题 那现在呢 咱们就要回归到咱们这节课的本身了 咱们这节课啊 一个本身 它是一个语言的模型 那什么叫做一个语言的模型呢 刚才啊 给大家说了几点 就是啊 关于机器翻译啊 评写改错 以及呢 咱们智能聊天的一个机器人 这些啊 我们来想 他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啊 他都会涉及到这个语言模型吧 也就是说啊 他接触的都是一句一句的话 可能呢 还要把这些话啊 组合在一起 组合成这样一个文章 那比如说 咱们这个机器翻译 咱们在做机器翻译的时候啊 他会怎么样去做呀 比如说 我给他说出来了一个 今天我买了一个什么菜 他的价格很高 那价格很高的时候啊 他通常情况下 会翻译成一个 high price 而不会翻译成一个 large price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机器看来啊 他会找之前 他翻译过的一些东西 通常跟价格组合在一起的 都是一个high 而不是一个large 他可以啊 通过之前学习到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 之前我在翻译的时候 我是把这个high跟price 组合在一起的 因为他呀 出现的一个概率啊 是更高的 所以说呢 我翻译成high price的 他的一个概率啊 就要大于我的一个large price 这个概率值 这个是在咱们机器翻译当中 我们会用到一些语言模型 也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概率的东西 那在这样一个拼写纠缩当中呢 比如说 我写了一句话 那我写这样一句话啊 他也会帮我算这样一个概率 你这个15分钟啊 他是连着写 还是缩着写啊 可能咱们连着写的时候 出现的次数啊 非常非常小 有时候出现一些问题 我才给他连在一块了 但是呢 在正常情况下 他是不是都是分开去写的 这个15分钟啊 所以说在拼写纠错当中啊 他也会对于你写出来一句话啊 算一下 哎 你这句话出现的概率 远低于我正常情况下一个概率 那是不是你就有错了 有错了 我给你打个红线 给你揪出来啊 这就是一个拼写纠错的一个功能 这两个功能啊 其实在这里 我们都涉及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有这样一个概率值 那接下来啊 我们就要围绕着这样一个概率值 来说一说啊 这个语言模型啊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啊 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